您各位好啊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青啸灵的石像生啊 是有青泥带最多最长的一组石像生 今天啊 我就带您去看看 这给皇上家看坟地的神兽们 青出的这种雕刻 线条都是非常漂亮 显得这个狮子很有张力 肌肉 肌肉的表现 显得囚禁有力 爪也是深深的抓在地上 然后这个 这些所有的石像生啊 每一组动物啊 其实都是雄性 然后看这种 带畔 这种 鹰落 非常漂亮 而且这种鹰落 风吹过 飘洒的感觉 狮子这个 整个这个 面不开亮的这个表情也非常漂亮 非常有意思 很灵动 你看它这个 虽然这个牙是在外边滋着的 但是它并不是很凶 这不能总这样笑 牙都晒黑了 握着的这只石兽呢 是叫酸泥 酸泥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 我个人理解不同 酸泥应该是 爪吧 这个 麒麟是 蹄是对的 但是明显这只 神兽是蹄 它并不是爪 实际上呢 让我们看来 就是中西结合版 狮子 你看呢 它这种 发技呢 有这种 有这种球技 也有胚肩发 既然是神兽嘛 它跟狮子不一样 它就有这个 我们附加的想象的很多东西在内 这种 描写的这种 食肉动物 擅奔跑的 大的凶肌 獠牙 怒目圆征 而且还凸眼 看着远方 耳朵啊 这个耳朵和这个 狮子耳朵 还有区别的 还是有区别的 培筋发 哈 是个玩闹啊 是个玩闹 据说这个青啸林的这个神路上 这对握着的骆驼啊 非常受小朋友的青睐 因为小朋友 所以不太费力的 就骑到骆驼背上去 实际上呢 古迹 几百年的古迹 还是不能攀爬的 而且我们看啊 这个东连管理处这 写着呢 首先是 禁止吸烟 其次是禁止攀爬 我觉得不要 这些硬性的规定 不要请勿 干脆就是禁止 这个 孝陵神路上的这个骆驼啊 据说啊 它 它有一个部位的非常奇特啊 那奇特在哪呢 这个 我希望您啊 过来自己找一下 对吧 我要是在这儿逼逗逗的跟您说呢 可能就有点违和 有人说这个握像这个姿势很别扭 像是不会这样握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样握的像在石刻造型上讲啊 非常漂亮 看这个像啊 这个眼啊 这个像眼啊 特别的漂亮 它是真正的凤眼 为什么这个大家都非常喜欢大象了 因为一看这个眼啊 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可亲 而且你看这个橡鼻子 卷曲在这儿的橡鼻子 它怕常年积水啊 积水就把这个石头呢 渗进水 冬天再一冻一裂 可能就很容易损坏 然后它还特意在这个 这个腿这射进了一个排水孔 这清粗的这种石刻艺术啊 它这个有明代的遗风 麒麟 这我就不太清楚啊 有人为什么就是总说 管这个东西叫麒麟 我这走小时 我这人这种东西还是走大招 看这背脊 我这个背脊 太漂亮了 宗法是直接朝天的 他这一左一左一左向上了 一左向上了 然后他还有脚 麒麟还有脚 然后这种东西看着神兽嘛 看着是比较凶的 林甲 这林甲一片一片叠加林甲的刻的非常漂亮 走刀也是非常惊喜 啊对 你看麒麟 它是这样是对的 我说麒麟 它应该是蹄子 然后这个 像那边的酸泥呢 我认为它应该是爪 我个人这么认为的 因为这玩意确实是 以后咱们查这文献 咱们好好的掰着掰着 哎对 看这个 蹄后生玄啊 有人会像马呀 蹄后生玄 马蹄子后边的这个 生玄 麒麟的化身 那种马跑的一般都非常快 其实都是那么胡说八道 不懂马精 不会像马 也不知道是不是个千里马的造型 今儿啊 咱们聊了聊这 孝灵石像生的神兽们 您要喜欢呢 改天啊 我再带您看看 这里的文臣和武将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